有上半年历史的大理区大兴福德祠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最近因为市府要办理第15期的重画工程 庙宇必须进行拆迁 经过了争取在影响地方发展及在地宗教文化最低的情况下 福德祠向市府乘租附近一块土地作为福德祠的新旨 在选定良辰及时之后 这天管委会请来了吊车 将新建的土地公庙主体调挂到新地点 完成了安坐仪式 许多信众都跑来见证这难得已见的宗教盛事 接下来福德祠也将会举办法会 为新庙以及地方来祈福 吊车手臂将新庙吊起 在半空中缓缓移动 准备安放在铺上水泥的底座 这是大理区大型福德祠土地公的新家 也会碰到市府办理第15期重化工程 位于道路用地上的福德祠必须拆迁 经过争取福德祠官委会向市府乘租附近一块土地 作为福德祠的新制 降低影响地方发展以及兼顾在地宗教文化 今天厅来很欢迎 我们北公的新庙 北公的北部新庙 感恩大家发心 今天北公的新庙 这种重严都很大 包括我们这个用地 用地的主席也非常不简单 感谢我们市府 给我们赌三天 和中庄 给我们赌三天 我们可以留期 我们在国的西区 25 25就要去外面做 将土地公新家的主体建筑 屋顶以及艺术彩绘等等 依序就定位 组装师傅表示 除了依照庙房的需求 来制作庙宇的大小 在组装的过程当中 建筑水平都得拉齐 也得符合文公尺的红字 套个吉祥如意 目前这个是8.5坪的庙宇 要组装的 那个损位 叫做损位 然后在组装的时候 有没有到定位 水平有没有水平 难得可以看到现场组装新庙 吸引许多信众跑来观看 参与这地方的宗教审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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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 够多大祖 看他够多送来 对吧 对啊 新庙圆满安座 管委会预计在12月17及18号 举行入伙安座大典 为地方祈福 欢迎所有信徒 届时一起来见证土地公的 敲签之喜 接下来 秋风 台中采访报道 珍稳 好 珍稳 两